第一次總是那個活花特別的大 對 歡迎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第一次 對啊 看是什麼的第一次啊 第一次 第一次買鞋啊 對 第一次跟朋友出去玩啊 第一次自己買衣服啊 哦 對 第一次逛街啊 第一次開門店啊 不是我說 歡迎來到鞋槓青年我是Perry 我是美馨 我們今天在這個慵懶舒服的沙發 做一個開箱的感覺 那我們今天呢 又帶來一個大有來頭的鞋款 來這是你說說怎樣有來頭 相信大家看到鞋盒的logo應該就知道 又是一雙聯名鞋款 沒錯 對 那這一雙聯名鞋款呢 就是我們最近很火紅的 New Balance 然後跟同樣是很經典的 CarHard WIP 聯名 哇 耶 這要多尷尬 那為什麼 我會說這一次 就是經典中的經典呢 原因是因為他們選擇的 鞋型是很經典的 沒錯 對 990系列的 而且是990系列的 第一雙 對 第一雙 元祖級 我覺得有可能是因為 他們這一次雙雙品牌 也是第一次聯名 那第一次聯名 第一次 對 跟第一雙 對第一次的第一雙 對 凡事都要有第一次 第一次總是 會讓人比較 刻骨明星 對 刻骨明星啦 就是烙印在內心這樣子 讓大家都不會忘記這樣 對 那至於鞋款的真身是長什麼樣子 你就 Mix it Pah Showgirl 我覺得這次的顏色 我一開始看到都想說 欸 也是蠻常見的深藍色 對 但是我後來發現 是我太狹隘了 怎樣講 其實我覺得 他們會用這個深藍色 不是只是讓大家覺得 好像很好搭配這樣子 那是什麼 大家可能平常在電影裡面很常會看到一些橋段 就是可能某些社區型的那種 這麼浪漫 對 就是美國有很多那種平民式的 幾公司就在那 健身房 我以為你要講到什麼很厲害的 你知道 你說什麼男女之間的感情 你剛剛講到電影 你知道 他們的靈感來源啊 就是來自那種平民式的健身房 就比較街頭街區一點點 哦 就是跟以往的那種純街頭的那種風格 又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對 然後再加上它是Made in USA 就整個是很美式的這樣子 深藍色我覺得本來就是一個很好搭的配色 這一次的鞋款的 我覺得 還有一個焦點就是 它鞋色上面一邊是NV 嗯 一邊是Haha 然後後跟也有 那提到的第一雙 嗯 經典 我記得你 對於歷史是 畢竟是社會學家 那我們請我們showgirl幫我們介紹一下就是 這雙鞋的歷史 就是990 V1的歷史 相信就是 稍微有在涉略球鞋的應該都會知道 就是New Balance 990系列 就是非常經典的一個系列 它除了是美智之外呢 它總共分了五代 然後V1呢又是第一代 然後呢 沒錯 講廢話 V1它誕生的年代呢 就是1982年 那個時候美國的經濟並沒有很好 那時候正處於經濟大蕭條時代 但那個時候NV就決定推出了這一雙鞋 而且這一雙鞋當時是結合NV所有最新的科技 而打造而成的一雙鞋 80年代的最高科技 沒錯 既然就是 頂配 那當然它的價格 也不便宜 那時候它的定價就是100美 可數 可能對於現在多數的人來說 100美 隨隨便便3000塊 對 對 很多鞋的定價就是差不多120了 就超過那個定價 但在處於那個時期的人來說100美的鞋子 其實是非常非常貴的 重點是就是它搭配了那個時候NV最新最新的球鞋科技 那至於是什麼球鞋科技呢 那我們就交給Perry來介紹 我也是對歷史有點策略啦 那這一雙鞋款的科技就是 畢竟那個40年前 然後就用了Vibrant的當地 對198 今年2022嘛 對不起我是不是覺得不好 那那時候他們就用了Vibrant大底 Vibrant大底現在也是很多鞋款都會 就是用的嘛 對啊可能像登山或那種越野都會用那種耐磨的 然後V1呢 就是其實V2 V3 V4 V5啊 我覺得後面那四雙 外型都 對外型都差不多 對 都稍微留下一點 那V1我覺得它的型就是 我自己認為啊 我覺得很符合那個年代的 Style 對那個感覺 然後它也是唯一一雙後面 直接給它有一個一圈一塊在這邊 對那這一圈一塊是 那這一圈這一塊是什麼呢 對 MDC啊 是不是很難 對 欸沒有 MCD啊 MCD MCD是什麼 MCD就是 跟MTV有關嗎 Motion Control Device 它後面這一塊呢就是叫MCD 對 就是一個足後根的一個緩震 然後又是支撐的系統 對 然後就是讓你在穿鞋的時候呢 支撐性更好 對 那穿起來呢 一定也是舒服的 據我所知他們這次合作 他們的鞋面其實也有特別用心 雖然可能對於現在的球鞋來說 使用一材質拼接 很常見 很常見 但是它其實這次使用網眼跟擠皮的結合 是有一點回溯當初經典設計的那一個概念 沒錯沒錯 然後呢 它的內襯 它內襯其實也是滿容易的 對 它其實就是 雖然看起來是一雙很簡約的鞋子 但是它其實在細節處 不管是用料還是設計都滿用心的 但我們回到了80年代 確實是80 1982 讓我們見識到了那個時候的經典 對 而且我發現它的底其實滿特別的 是不是跟平常的那個不一樣 對 它很光滑 對 有一種而且亮亮的那種感覺 對 為什麼會這樣 這就是NB厲害的地方 NB的技術就是讓人摸不著頭緒 但又覺得哇好厲害的感覺 哦 對啊 而且Kaha加進來嘛 因為KahaWIP本來就是一個 就是Focus在街頭潮流啊 音樂更是文化上的牌子 我就覺得他們兩個品牌 然後想到這種方式做聯名 我覺得 對於第一次的合作來說是 讓人確實印象深刻 但就是不得不說它的設計就其實是 我覺得是那種 歷久彌新 而且你也不會看膩的那一種 就應該是說我覺得又符合現在的潮流趨勢 但是我們又可以穿到以前那個年代的感覺 就兩個 DOWN 裝在一起 有 有這個感覺 實質上呢又是很好搭配這樣 嗯 我覺得就是三個願望一次滿足吧 但有一個問題喔 嗯 有一個問題喔 就老實講我覺得這一次的價格 哦對 最重點重點 我不會再說它便宜OK了 多少 我自己覺得有點小貴就是8680 但是必須得說 嗯 美國製的定價本來就不便宜 如果你有買過990系列的女生嗎 應該都知道它定價不便宜 差不多啦 對啊 對 678千 對 678 又把Kaha加上去 然後又再加上這種經典回溯的感覺 對啊 8680 有什麼問題 對啊 因為其實990系列定價本來就不便宜啊 所以我覺得它是算合理的價格啦 還是我價值觀有點偏 所以價值觀偏差好 對 大家還是要就是 平衡一下 衡量一下自己的就是財務狀況 對 那話說回來 我覺得這次的價格 還是稍微高一點點 但還算合理 但如果你預算充裕 然後你正好想買鞋的話 我覺得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不錯的選擇 非常棒的選擇 那Perry它的發售訊息呢 其實這一次它發售的點還蠻多的 算是一個聯名鞋款 在國外的話 是9月16日啊 會先在那個Bodega 就是那個知名選貨店 19號呢 會在那個NBA的總部 波士頓然後會開一個快閃店 對然後 但如果你沒有辦法出國的話 你剛剛都講國外賣點 那台灣人要怎麼買 台灣人要來囉 台灣來囉 聽聽說 台灣也很多 來 台灣的話是17號 嗯 9月17號 然後會在New Balance的 Grey Store 對 就是新開那間很厲害的店 然後還有 官方網站 然後 然後 還有 CarHard WIP的 台北 台中店 都會賣 通路算蠻多的 但我們這支影片上去 大家應該就是 推看到了 所以 對 就是看完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就趕快 手刀 去以上賣點 對 沒錯 畢竟 我相信應該這雙台車會銷售蠻好的 對 所以大家要 畢竟是兩個經典的品牌啦 對 首次合作 那 希望未來他們還會再繼續合作更多 嗯 勢必是會的 對 對 是今天的斜槓青年 我是美希 我是派瑞 然後大家千萬不要忘記追蹤混著我的 YouTube頻道 按讚臉書 按讚你書 追蹤IG 對 追蹤IG 開啟小鈴鐺 沒錯 耶 好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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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